说到台湾选举 如今还有新的政党 麻将最大党摩拳擦掌 他们立志要在两三年内 冲进台湾立法会 当蓝绿阵营以外的最大政党 而创党的目的不是为了争权独立 而是要推广麻将运动 翻转一般人认为 麻将等于赌博的刻板印象 本来就是就叫麻将党 为什么又加了一个最大党 就是给自己一个亲取 就是一定要成为台湾最大的 所以我就把这两个理念合起来了 就叫台湾麻将最大党 就是我是以麻将作为我创党的基础 然后我希望我能够在三五年内 冲到台湾的党员数最大 这个时候我们发声 你就不能复视了 麻将最大党上一星期 在高雄举行创党成立大会 并召告已经有将近一万四千名党员 创党员郭喜也是第一届党主席 他曾经担任海军司令部顾问 后来开设休闲麻将馆 不过这个政党刚刚成立 确定赶不上九合一选战 他们的党章写道 整个党最大的任务 就是促进各界重视与提倡 麻将作为运动娱乐 促进生活情趣 培养优秀选手参加国际竞赛 他们也会积极推广银发族 透过打麻将减缓脑力退化速度 从而达到关怀与长照目标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